选择第二类208题按确定 确定 好我们打开EX02资料夹 打开EXD02这个档案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呢他告诉我们在 booking工作表利用Vlookup TEXT函数以及hotel hotel detail 还有check in check out first name 范围名称设定booking id 栏位中资料显示为hotelid -check in check in要他的mdd 月跟日 -day -first name 好然后他下面告诉我们 比如说这一个 他的host id为i1 然后check in为2009月15号 check out为2009月16号 所以day就是check out -check in加1 first name是这一个 所以booking的id为i1-0115-2-espositio 这样这一整串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的id要哪里找 id的话 我们必须利用呢 在booking里面的hotel这个名字 然后呢到hotel detail的地方 这个地方来找到他的host id hotel id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一开始来插入函数 好这边选全部 好点一下 按v找vlookup 好那第一个呢 这边啊 他要我们用放的名称 所以点在这里按f3 所以这边用hotel 去hotelid一样 去hotelid一样 点一下按f3 hotel detail hotel detail 好然后呢hotel detail在这里 他要传回12第二栏 好然后这边输入0 好确定 所以传回来就是他的hotelid 就是这边的hotelid 好然后中间要加一个dash 所以and 双引号dash 双引号and 好那这里呢 我们先复制起来 因为等一下后面会用到 Ctrl C 好然后呢 第二个呢 他后面要接的是 Check in 取他的月跟日 所以这边 我们要去插入一个函数 好点一下按t 找text 好然后呢 这边f3 他这边要用的是 Check 这边 来 他要的是Check in Check in 所以这边呢 这边要找Check in 然后取他的mdd 这边用小写的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按确定 然后呢 这边我们再贴上刚才复制的 这个 and 双引号dash 双引号and这个符号 来 然后呢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 day day为check out 减掉 check in 加1 所以这边 点一下之后按 f3 好 check out 减掉 f3 check in 加1 好 完成之后呢 再加一个dash 来 所以这边再贴上 Ctrl V 贴上刚才这一串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first name first name是这一串 所以这边要按f3 选择first name 好 完成之后 我们要将这一组公式复制给下面所有的储存格 来 好 Ctrl 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完成第一题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好 第二题呢 在 啊 build list 这个工作表 利用vlookup 以booking范围名称 然后提示除了booking范围名称外 不可使用其他的范围名称 好 来 那name这个栏位 根据booking id搜寻booking范围名称 好 然后传回first name 以sername中 然后中间减一个空白 好 来 所以选择build list这个资料夹 name 好 name这一个 好 这边呢 我们要利用 booking id 去booking范围名称 搜寻他的first name 所以这边插入函数 点一下按v 找vlookup 好 选择这一格 然后这边按f3 找 booking 找booking 好 然后传回 他的first name first name在这里 所以是12345678 第八栏 这边是0 好 确定 然后这里呢 贴上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部分 然后把dash改成空白 好 再插入一个函数 一样是vlookup 一样是booking id到f3 这边booking 好 然后他传回第几栏呢 123456789 第九栏 好 这边为0 确定 好 完成之后 将公式复制下 所以这边 这边其实可以直接在 拖椅填满空点 按左键两下 即可将公式往下做复制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题 好 轮 node呢 好 这一个 栏位是一样 不可 用booking id 搜寻 booking范围 传回 roomnode 值 来 所以这边 插入函数 点一下按v 找vlookup 好 选择booking id 这一格 f3 booking 好 那要传回哪一栏的值呢 他要的是 这一栏 所以123456 第六栏 6 然后0 确定 一样 快点左键两下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一格呢 这个栏位 node 这个是一样booking id 到booking里面去传回check in及check out 那这个node 这个是check out-check in 来 所以这边 插入函数 点一下按v 找vlookup 好 一样选他 然后 f3 booking 好 然后呢 check out 123455 第五栏 然后 然后这边是0 enter 然后呢 减掉 好 再插入 一样相同的函数 点一下 按v vlookup 好 一样 这一格 点这里 按f3 booking 好 然后呢 他要传回check in 1234 第四栏 然后0 好 快点左键两下 好 来 然后呢 接下来price price 他告诉我们 根据bookingid前三码 串接 啊 之后 比对 啊 lookup price的范围内的price 我们看一下 lookup price 这个范围名称 啊 lookup price 好 是这里 所以等一下 他要传回第二栏的值 所以这里 来 这边插入函数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用 vlookup 一样点一下 按v 找vlookup 好 然后呢 他题目告诉我们 要bookingid前三 嘛 这边告诉我们 用lift这个函数 所以这边要插入 其他函数 点一下按l 找left 好 这一个 前三码 所以这边输入三 好 然后这边不要按确定 按回 点一下lookup 这边 加一个end符号 end 好 他要串接什么呢 串接 啊 room node 这一个 room node 这一个 来 那 这边呢 room node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地方 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呢 到F3 bookingid 好 然后呢 这边要传回 price price是 呃 好 这边 这边是要用的是 这一个 啊 啊 lookup price 啊 来 这边要传回第二栏的纸 啊 好 这边0 确定 好 所以这边一样 快点两下 哈 然后 接下来 这一个 来 这一个 这一个 amount呢 是 那加 乘以price 等于 这一个 乘上 这一个 啊 enter 好 所以快点左键两下 好 接下来 啊 套用表格样式 中等深浅9 套用后再转换为范围 好 来 点在这里之后 格式化 啊 中等深浅 好 来 表格样式中等深浅9 按确定 然后呢 再将转换为范围 是 好 完成之后 第八题 列印设定 说换比例调整为80 好 来 在版面配置里面 这边设定为80 好 然后呢 呃 页首 中央为工作名称 页尾 中央为地差页 共差页的格式 好 来 所以这边 页首 页尾 页首 这边 点一下 工作表 所以标签 页尾的部分 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第几页 共差页 我们看一下 他在中间没有问题 好 然后呢 呃 列印标题列范围 第一列 然后列印格线 来 在工作表 列印标题列 选第一列 好 然后勾选 列印格线 按确定 好 我们按档案的 另存新档 档名改成 1 XA 02 来 关闭档案 好 点选数科 评分案 确定 评分为10分 以上操作步骤正确 评分为10分 1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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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